媽祖慈悲大家好 有網友在我們藝德媽祖同修會的官網討論期來問師傅說 他們家有供奉媽祖的神尊 神尊的神像在每一間有黑點 有一點黑黑的 邊角旁邊也有黑點 有黑黑的要不要特別處理 還是這是我們拜一拜 心黑的是正常狀況 這樣的問題來問師傅問 那共回答是這樣子的 每個人的因言不同 如果你是很虔誠的媽祖信徒 有婚禮媽祖神尊 你有在拜拜 每天都有上香啊 很虔誠的 那就有靈通 那靈通呢 那靈通呢 媽祖有話要跟你講還有什麼狀況 有時候會透過祂的神像來表達 就像人的面相一樣 像顧問在教面相寫啊 所以你要觀察你每天的氣色啊 那氣色是上天給你一張信息 你這個人也是 diet到來用你的可見 如果你還欺負你a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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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i 就是要打到你的江殼有下香 而如果有你 那種alez Eve Boot 你身體內容 就會這樣提到 那種類似的意思 在你的天才也有發展 是衔子阿 使用內容 當然因緣不同,有些人我也分享過 弘修供奉的神尊 安神那一天,安完以後就有一個香煙 有一支香不小心燙到咳的旁邊 就形成了一個字,跟主人翁 這個主人一樣那邊有個字,他主要顯靈 你知道我有靈在這裡,你看我的像就跟你的像一模一樣 它意義代表不一樣,因緣不同 有人就看到了,神像手指就斷掉了 真的不久以後,主人的手指就斷掉了 我也曾經看過一個湖島的廠商寫一聲 然後去那家,看到土地公的神像 有看到我立開了 他立開的部位就是他開刀的部位 所以因緣不同,我沒有辦法 什麼樣的標準答案告訴你 所以每個人通審的一個能力 通信的能力 你是明信的信徒 還是正信 你有學習 有聽過你的課 有學習 有讀經 你有試過 常常自己試 實驗過 很正信的 在別人身上也教人家 在別人身上也看到很多生信的 所以你的信仰的三寶的一種程度 也就是你通信的能力 你的靈通能力 每個人不同 所以這個像 是不是在告訴你一些故事 提示你 你要警戒 那警戒完 以後來不是很好的一個信息 你就要把它處理掉 如果它是正常狀況 我們聽到老師說 我們要歸一三寶 我們拜拜一定有個老師 或是長輩 教你 他們說 心黑的很好 越老越好 像古董一樣 你就心黑 你就不要管 因為你的活法真 你歸一的活法真 老師是跟你講的 心黑的無所謂 好看就好了 如果覺得怪怪 你就要去問神了 所以你的老師 你的長輩如何教你 你就歸一三寶 然後都沒有 像你這樣不知道要怎麼問 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你可以直接問神啊 當然這個要關係到你的通信能力 你歸一三寶 那個信仰那種程度 你會不會寶貝啊 他會不會跟你通信啊 如果他可以跟你通信 可以通信 你就直接問他 那媽祖 你那個病角有黑點黑點 怎麼一回事 要不要幫你清理 你可以直接跟他溝通 因為你有跟他有通信的能力 所以每個人寶貝不一定準 因為你通信能力 你信仰三寶的那種程度也不同 你的華 你不懂 你不會用 你不要寶貝 你也不是透過寶貝跟他溝通的 你平常也不溝通 你就是沒有溝通通信的能力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問佛 那你就問神啊 問有通信能力的老師啊 誰會有習慣 那你就靠著 你不會被你 那個老闆 來教的 然後必須去教 你去教先 我會回北港到潮天空去找這些長老來給我主導 他說你要有歸於佛法身 自己要多學習 自己要跟兩個老師來請問他 他老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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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他就請他去看啊 看你的佛像神像 他自然就有靈通 會感覺這個好還是壞 就像有學過面相學的 你的氣色是好還是不好 他就會告訴你 然後呢 他也可以幫你替你寶貝問這個佛 所以我們信仰先修三歸一 有佛有法身 你就有地方去問啊 有人去問啊 就可以問清楚說明白 你不是說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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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我歸一 那顧問在平台上面 在網路上面 不戀視你 沒有看這個神尊這個病角 在哪裡 點在哪裡 點在哪裡 黑是怎麼樣 黑啊 整個神像也長相 是快樂的 還是不快樂的 是擠啊 就胸 就像看面相 要看到這個神像我才能跟你一個建議 所以請炎釀顧問在網路上面針對個人必須看相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去回答 風水啦 面相啊 因為這樣看到了 相片也不能準 那個氣勢 當場立體的感覺 那個氣 氣勢 那種感覺 相片沒有辦法表達了 所以一定要實景 實際的景象去看 所以顧問這裡 無法回答你 是不是要特別處理 還是要視為正常 我不能做的 請你原諒 所以請三規一去問你究竟的老師 或是你可以有通信能力 懂得寶貝提升也蠻準的 你就直接問媽祖 你的生活要不要處理 那以上是顧問的一個小小的前見 自己的一個見解 供大家參考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祝福